这大胆的人口贩运集团开客竟然开到移民署对面去了 这是台湾竟然出现了第一个由大陆女子领军的人口贩运集团 来自福建省的张赛玉通过了假结婚 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之后开始仲介女同乡来台 甚至还提供面谈的靠前冲刺班 为了要通过移民署的面谈 人口贩运集团就把假夫妻约到了移民署对面的咖啡厅来进行靠前冲刺 包括了夫妻内裤的样式胎记的位置等等都必须事先串供 还号称这个面谈通过率高达八成 不过事情曝了光后来现在被当场试破被逮了